貓星人 貓星人經常出現在你和我的身邊 大家可能想過會有一隻貓的 但是就因為土地問題而不方便 現在就為大家介紹一款用貓來做主題的手機遊戲 遊戲的玩法主要是收集道具和不同品種的貓星人 玩家可以不停按螢幕 就可以拿到星吶的愛心了 等級越高可以養的貓仔數量就越多 每當玩家獲得一隻貓的時候 就會同時興建一間屋 間屋會定時剷出魚竿 可以用來抽蛋或者提升房子和貓仔的技能等級 接下來就要介紹一下遊戲的主角貓 每位貓星人都可以升級 升級之後就會更加活潑 和玩家有更加多的互動 隻貓的頭頂有時候會出現運好或者感嘆好的 可能是想和玩家玩一下捉衣恩 或者是將注液集中在隻貓上面 不按電話上面的按鈕 玩家滿足了需求之後 就可以拿到大量的愛心和魚仔了 遊戲玩法就講完了 來講一下遊戲的賣點吧 這隻遊戲主打休閒的風格 少了手機遊戲必備的競爭元素 喜歡的時候就可以拿上手玩一下 不閒的時候就可以當放置遊戲玩 比起真人養貓真的輕鬆得多 看著這麼多隻貓悠哉遊哉地過生活 真是人都輕鬆了 當玩家擁有的貓數量越多 周圍的建築物都會因為這樣變得更加密集 玩家就會開始發現 原本在單一區域的貓會出現在其他區域 形成一個屬於貓的社區 就好像SimCity裡面的城市一樣 總結 遊戲比起一般的放置類作品更加有空間感 每一隻貓附帶的一棟建築物上面 都可以看得出製作人的心思 但是跟貓貓互動的元素就有點單調了 可以當作是城市版的他媽歌詞 也都算是不過不失 畫面風格隨心但是不集亂 適合一眾想養貓 但是又沒有時間又沒有空間的你了 只想去曼谷公開文青必去 舊城區打卡情報 曼谷近郊路線推介 地道美食攻略絕密曝光 即刻上只想旅行網站 登記會員免費下載 第五城市 總結第五城市